大象喝水成难题 动物园发明家有了什么鬼点子 蚂蚁也有绝世轻功 揭秘武林高手大指蒙蚁的神功绝学 助人深陷险境 我们的狗狗会应用相救吗 长颈鹿和企鹅 究竟谁才是动物界的大长腿 更多精彩 竟在正大综艺动物来了 这里是正大综艺动物来了 本期我们邀请到的四位选手 他们分别是 自然守护者孙大胜 动物知识达人尚君卓 自身宠物迷孙慕君 自然科普讲师翟欣月 他们将进行三轮比拼 最终的冠军将获得终极大奖 一起来 不看不知道 动物真奇妙 每个生命都有尊严 爱是正大无私的奉献 好了各位 一切准备听到马上开始奔唱 正大综艺动物来了 电话剧 我们的动物尊举一秒 摇臂 轨道 这都是我们电视工作者 必备的设备 那么如果你是个动物饲养员 一或是动物园的 专业的工作人员呢 最趁手的工具 一定是自己创造发明的 有这样的聪明人吗 有 带你 认识一位 踩云之南 春城昆明 动物园举办了一场 别开生命的神枪手大赛 参赛人员是昆明动物园的兽医 他们手中拿着的吹管 是对老虎 狮子 熊等人类 不易接近的猛兽 进行接种疫苗 打针输药 麻醉治疗时 所必备的神器 通过用力吹气 将管子里的注射器 发射到动物身上 完成注射 既能减少动物受到惊吓 也能避免兽医受伤 提高吹管的精准度 是每一个兽医 不懈追求的目标 九环 兽医院的小松大夫 打出了几乎完美的成绩 接下来让我们期待一下 兽医院杨院长的发挥 嗯 结果有些出乎意料 虽然杨院长在这次神枪手 大赛中失利 但它的价值可是体现在 更重要的地方 设计精准度 除了天赋和练习 更离不开科学合理的器具 这可是杨院长 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二十年从业期间 他不断研发 改进吹管注射器 让神枪手小松 和其他同事 得心应手的工具 皆出自杨院长之手 原来的针管 存在容易爆裂 飞行不稳的问题 为此 杨院长 创造性地将两个针管相连 改造出容量大 飞行稳的吹管注射器 让动物们 面受一次几针的痛苦 和中途爆裂的惊吓 除此之外 针头的阻塞装置 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 当针头扎进动物体内 阻塞装置会自然后移 药水就能够自动注射进去 最早用这个 清白色的这个胶塞 来进行封堵 用这个呢 它的这个缺点呢 就是它前面这个胶太重了 再一个呢 还有胶塞太紧 它有时候打在动物塞上 它有弹性 会反弹回来 就不会进去 伟大的发现 也许来自一个苹果 也许来自一座泡棗 也许来自女同事 一个美丽的意外 我一看这个矮塞 它的那个孔径的大小 还适合我们吹管注射器的针头 质量轻 再一个呢 它就是非常光滑 它打在动物塞上呢 它回复力也小 所以就不容易说是打在塞上了 它会反弹掉 我们就尝试一段时间 比橡胶塞要好多了 除了吹管注射器 杨院长还常常操起 各种手工工具 研究制造 提升动物福利的小玩意儿 可谓是动物园里的 硬核爱迪生 从细节中发现问题 避免问题 是兽医的常态 很多现象看似微小 但后果却可能十分严重 比如喝水 放置久的水 会有毛发 细菌 动物喝下去 有可能产生消化到功能性紊乱 让它饮水干净了 即使这样 问题还是出现了 水不会塞 喝了水之后 就出现它肚子痛 然后它就靠着栏杆 用脚去提肚子 这种表现非常明显 从那之后 大象喝水的问题 就成了杨院长 就成了杨院长一直挂念的事 时不时想起 都会愁眉不展 伟大的发现 也许来自 卫生间 利用马桶的灵感来源 和联通器原理 杨院长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发明创造 制作了一个 可以自动补水的模拟装置 水位下降时 水箱里浮筒下落 驱动杠杆另一端 打开净水口 完成补水 我们现在模拟一下 这个动物已经把 第一个饮水箱的水 已经喝掉一部分了 杨院长的奇思妙想 进入施工阶段 经过一星期的施工 大象的新自动饮水机 建好了 它能达到杨院长 想要的效果吗 大象会喜欢新的自动饮水机吗 喝水喽 自动饮水机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大象可以随时随地喝到新鲜的水 饲养员清理水池 也变得更加安全 快捷 无论是有着无限巧思 与一双巧手的动物园爱迪生 还是专业知识过硬的 瘦医院院长 杨院长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让园里的无数动物 在春城重获春天 静享春天 我们的这个兽医院的院长 为动物的福利考虑得非常的周全 一方面便于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减少动物的这种痛苦 所以真的向院长致敬 不光是聪明人 更是有心人 听题 请问亚洲象用鼻子喝水 为什么不会被枪到 选项A 鼻腔内有保护气管的粘膜 选项B 鼻腔内有软骨阻隔水 不进入气管 选项C 每次只喝少量的水便于控制 评显四五位的选项 顺序过去 B A B B 大象用鼻子喝水的时候 它鼻内有和人类会咽一样 可以阻挡水进入气管的粘膜组织 我觉得粘膜起不到完全阻隔的作用 这位小朋友非常专业 说会咽部分 但是会咽是什么呢 会咽软骨 现在心里感觉怎么样 大失误 看看正确的答案 亚洲象喝水时 用鼻子抽水送到嘴里喝进去 而不是直接用鼻子喝 成年大象的长鼻子里 可以装七到八升的水 之所以不会被呛到 是因为鼻腔里有一块软骨 就像闸门一样 可以阻止水进入气管 是吧 正确的MB 祝贺你们 神圆大象的话呢 它这种结构肯定是利于它吸水 其实人也一样 我们的消化道和我们的呼吸道 也就是食管和气管是相通的 在咽喉部位 但也不能老通着 突然就会出问题 比如说吃饭的时候说话呛呛了 就是因为相通的 但大象它也是相通 但是它的需求量比人的这个要大得多 因为它老用鼻子 慧眼软骨的话 要比人的发达得多 而且的话可以有效地去阻挡 这个水进到肺去呛到它本身自己 谢谢 谢谢 谢谢博士 加分了 十分 我们进入第二题 我们经常会从动物身上学习了不得的技能 这是我们人类望尘莫及的 比如说电蛮发电 比如变色龙可以变色 那下面要提到的 也是一位动物界的大师 他叫山大尺蒙蚁 他有哪点厉害 值得我们特意说说呢 这样 您先瞧瞧 先瞧瞧 远看密密麻麻 近看黑不溜秋 有人说是芝麻 有人说是黑头 俩人打赌凑进场 呦 是山大尺蒙蚁 在出游 坊间传言 此乃山大尺蒙蚁 因生活环境多处于山地 目以得此名 山大尺蒙蚁 行走江湖 靠的可不是滑船绣腿 有独门的兵刃 诸位看官 您看山大侠 这上额和巨齿 一张一合 就是一套绝世武功样 有道士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若非这乙族的家国需要 山大尺蒙蚁 也不会轻易出手 遇到些风吹草豆 难辨极凶的场合 那就是亮真功夫的时候了 就是这一手 探地拔宗的绝世轻功 咱们呢 再来看一遍 山大尺蒙蚁 轻轻试探了一下 前面的不明物体 说是迟那是快 只见山大侠原地屏息 也不知哪来的一股力气 瞬间起跳 腾空而起 连番了好几个跟头 一跃而出 刹那间 就不见了踪影 据传 山大尺蒙蚁的这门轻功 即便在昆虫的江湖中 也堪称绝血 这纵身一跃 到底能飞出多远呢 我们结合着刻度尺 请山大侠再给我们露几手 嘿 足足二十四厘米 这一窜的力道 相当于人类侠客 列定跳远二十多米啊 各位看官 给山大侠鼓个掌 叫个好 辛苦您了 山转腾摩间 山大侠这一跃的高度 也让人叹复 不信 明瞧 虽然只有四厘米 但以山大侠的个头 换算一下的话 相当于原地蹦高十多米啊 绝世神功 必有过人之处 山大侠蒙蚁 这一等一的轻功 是如何练成的呢 腿上功夫竟如此了得 诶 别别别 看官您别看腿 这纵身一跃 使得可不是下盘功夫 咱们呢 通过高速摄影 再来好好蹲下 山大侠蒙蚁 包括他所在的整个 大侠蒙蚁的这个家族 当他遇到敌害的时候 他的这个上额呢 会首先打开成 180度这样的一个角度 他可以用他张开的上额 去快速地打击地面 或者是硬物 通过反作用力呢 使自己被弹出去 然后快速地离开危险的地狱 捕猎的时候 他直接可以把猎物的体力击穿 甚至打出他的内脏 这堂成神兵利刃的上额 正是山大侠蒙蚁 独门轻功的关键所在 据专家研究 山大侠的咬合速度 相当于人类眨眼速度的 2300倍之多 闭合速度高达每秒200公里 如果换算成人的力量的话 这一拳可是打出了 超过子弹的速度 那么对于山大侠蒙蚁来说 这上额的惊人力量 到底从何而来呢 原来山大侠蒙蚁 产生这一行为的生理基础 在于口内一对 类似于门栓的外骨骼 张口时 蚂蚁使它的上额分开 然后利用门栓将其撑住 这时 蚂蚁头部发生收缩 进行蓄囊 而在咬合的瞬间 这对门栓会移到旁边 上额便在肌肉的拉动下 瞬间闭合 释放能量 发出咔哒的声音 哇 这超厉害 来吧 我们答这一题 山大侠蒙蚁 在用上额潜注猎物的同时 还会释放毒素 进行攻击 这个描述 是真的还是假呢 来评显思维的判断 假的真的 假的真的 他不是说速得很快吗 猎物肯定就会 一下子被咬死了 那为什么还要去用毒液呢 我感觉他说的有道理 但是呢 山大齿蒙蚁 体型并不大 这种虫子 它一次只能打穿一个 很小的洞 这一个洞不可能 让猎物在短时间内避命 这项到底是什么呢 正确答案 正当 我们一半答对了 为什么他有那么强的上额 还有那么毒 这还是跟他 习性有关系 他呢 还是主要捕食一些 大型的猎物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的这种捕食方式呢 是比较有效的 否则的话 他即使有上额 但可能不一定能 制服那么大的猎物 所以这是进化当中 比较特殊的 你好 谢谢 谢谢博士 加分了 准备 继续 谁养过狗 那么设想这样一个场景 当主人遇到了危险 我们的狗儿会怎么办呢 一起做一个测验 狗向来以中常著称 那么如果主人身处险境 他们会做什么呢 我们来进行一次 狗狗的互主测试 第一轮测试 我们让主人 坐在亲眼着玻璃门的小房间里 向狗狗求救 狗狗们会如何反应 他们会想办法 闯进主人所在的小房间 解救主人出来吗 第一组测试嘉宾 是四岁的边境牧羊犬 乐乐和她的主人 四年来 乐乐几乎和主人 心意不离 作为公认智商 很高的犬种 她能完成这次测试吗 快来救我 乐乐 快来救我 乐乐 面对主人的求救 乐乐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 强烈的进门意愿 好狗 经过短时间的试探 最终成功推门进入 和主人团聚 第二组嘉宾 是西伯利亚雪橇犬 可乐和她的主人 虽然日常生活里 常常冒着傻气 被称为二哈 但可乐的骨子里 已经有着工作犬的基因 它会有怎样的反应呢 可乐一听到主人求救的声音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冲了进来 没有表现出一丝忧郁和怯懦 成功完成测试 最后一组嘉宾 是导盲犬 呆蒙和她的主人 他们共同度过了三年的时光 三年中 呆蒙成为了主人的眼睛 数次帮助主人远离危险 面对这样的测试 她能够第一时间 来到主人身边吗 导盲犬一开始有些迷茫 没有第一时间冲进去 但随着主人的情绪 越来越着急 呆蒙最终还是成功 进入了房间里 来到了主人身边 一般她不会随便 去进一个陌生的地方 导盲犬受过严格训练 然后我很着急地叫她 她可能还是觉得 我语气上有变化 可能担心我 我是不是有危险 是不是生病了 有什么问题 当主人在小房间求救时 三只狗狗都感受到了主人焦急的情绪 想办法进入了房间 成功完成测试 接下来测试升级 这一次我们将模拟更加真实的危险情况 派出两个神秘的坏人 他们将全部武装 在主人遛狗时将主人带上车并驶离到别处 以此考验狗狗的供企能力 面对这样的突发情况 狗狗们会如何反应 上一轮测试中表现出色的狗狗们 还会表现出同样的互助行为吗 测试开始 率先出场的是编目乐乐 上一轮表现出色的她 这次会如何呢 面对未知的危险 乐乐表现出了超高的警觉性 除了用叫声威吓坏人 还一路紧随主人所在车辆 尝试从车窗拯救主人 凭借完美的表现通过测试 接下来是一罐被赋予二哈称号的可乐 上一轮的表现十分出色 我们期待一下本轮测试 自己玩去了 这清新的空气 这冬日的暖阳 我的狗身是如此幸福 它是奇嘛 可乐 可乐 你刚刚怎么跟着我访呢 你怎么看着我 不好意思了 当时养他的时候也想到了 他脑袋可能不太好 我觉得他应该分不清什么时候危险 最后出场的是我们的导盲犬 呆萌 经受过专业训练的呆萌 能完美守护自己的主人吗 你们刚才片子里那坏人坏得太浮夸了 这还带成那样 这还打两个字坏人 听听 导盲犬 面对主人被陌生人带走的情景 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选项A 追赶车辆寻找主人 选项B 原地转圈 找人帮忙 选项C 第一时间扑咬陌生人 评显思维的选项 A B B B 他原地转圈的话 找人帮忙 那万一没有人会过来呢 那他怎么办 人家导盲犬是严格经过训练的 他要是没有受过导盲犬的训练 也有可能像编幕似的 就是凭他的那个第一本能 就去追 找人帮忙这个选择 更像是受过训练 更理智的选择 来 验证一下 挡猫犬他试练的时候 就是太温顺了 他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急躁的 或者那样的一个冲动 他可能追两下追不上 或者他很着急 有可能他是找熟悉的人过去 这也是他正常的一个反应 正确答案 原地正确找人帮忙 导盲犬呢 确实经过严苛的训练 所以呢才会对他一个 从性格上就有一个筛选 从他性格来讲呢 他也没有那种扑咬啊 或者说攻击人的这种举动 这是跟他的工作性质有关 像狗啊 包括像其他的各种的食草类动 智商是非常高的 而且的话呢 他们可以察言观色 这是因为他的祖先是狼 这些捕食者 同样要观察这些食草类动 或者其他动物的一些行为啊 举动 所以他们的这种观察的能力 他们的察觉事物的变化能力 确实非常的强 谢谢博士 加分了 准备进入下一题 我们说动物啊 说大长腿的 有哪些 火烈鸟 长颈鹿 来 我们再说小短腿 科技 海参 海参 哎呀呀呀呀呀 还有两种动物是小短腿 第一鸭子 第二企鹅 因为走起来好可爱 但是我们老这么说 那人有人多心了 为什么 凭什么说人家小短腿啊 放在当下 这可不是夸人的词啊 谁都希望大长腿啊 企鹅 表示不服 不服来变 我长颈度 身材高挑 姿态优雅 腿部线长 线条完美 是一位动物界的长腿超模 哎 等等等等 不对不对 我们企鹅才是大长腿 长颈鹿是小短腿 嗯 你在开玩笑吧 你们只是看到了表面 没有看到本质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比一比 比就比 在常人看来 我们的腿又粗又短 其实啊 你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 为了让大家有更直观的感受 让我带领大家拨开迷雾 哦 不 是拨开我们厚实的毛发和脂肪 来看看真实的骨骼 这是我们的骨骨 也就是大腿 这是颈骨和肥骨 也就是小腿 而你们平时见到的 只是我们小腿骨的一小部分 不过 即便把你藏起来的腿骨也算上 还是不如我长啊 腿长腿短 不能光看长度 而是要看身体比例 那我们企鹅来说 身高52厘米的话 腿长有18厘米 能占到身体的三分之一呢 嗯 的确不短 你们看长颈鹿 不觉得它走起路来 膝盖是往后弯曲的吗 这 这有什么 这是我们的物种特色 不对 其实啊 这个关节不是它的膝盖 而是它的脚踝 长颈鹿的脚踝下面是植骨 也就是脚掌的骨头 脚踝上面才是小腿 大腿和躯干离得很近 平时常被大家忽略 所以啊 你们以为的长颈鹿的大腿和小腿 其实是它的小腿和脚掌 它们平时走路 其实都是垫着脚尖在走 如果用人类做类比的话 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我们的腿也不见得短啊 我们同样测量一下长颈鹿腿骨的长度 长颈鹿的大腿骨骼近30厘米 小腿骨骼近40厘米 而它的脚掌就足足有60厘米长 按平均4米的身高算 长颈鹿真正的腿 才占到身高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 所以按照比例来说 我们企鹅的腿并不短 长颈鹿其实是垫着脚尖走路的小短腿 大脚鸭 好吧 还是让你们发现了 不过我们这种垫着脚尖的走路方式 可不是为了显得腿长 它自有道理呢 听听 长颈鹿 垫着脚尖走路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 选项A 利于奔跑 选项B 提升身高 以便觅食高处的植物 选项C 支撑身体 保持平衡 评显思维的判断 B B B 那边A 长颈鹿的脖子和整个身高 都是因为进化的结果 就是它要够着更高处的 最后就真的高了 在里 我同意 长颈鹿其实跑挺快的 而且它这种脚尖点地走路的这种方式 你看基本上所有的食草类的 这些跑得快的邓铃 都是用这个方法来走路的 他们三不同意 吃到食物是远比 躲避掠食者的追击 它是食物第一 追击第二 人类速跑 跑快速的时候 起跑和跑步中的脚的姿势是什么样 脚趾骨着地 前脚掌着地吧 觉得说得特别有道理 叛徒 叛徒 这一题如果你仨让它打了 变成一打三 它今天全胜心悦第一环节四十分 脸上不好看 验证一下 我们长颈鹿属于有蹄类动物 你们其他动物的指甲 对于我们来说 是增生增厚的蹄子 这样的进化方式 让我们的脚尖着地的时候 接触地面的兽力面积更小 便于我们的奔跑和跳跃 证据答案 脸打得好疼啊 所谓的脚尖 真正实际上有蹄子了 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肢间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就减少它的接触的面积 在快速奔跑 特别是你看那些山羊 为什么善于攀远 它山羊攀远的话呢 用很小的这个蹄子的面积 可以接触很小的面积 然后弹跳都会非常的便捷 所以是利于它奔跑的 谢谢 我是 加分了 星月天哪 别嘟嘱啊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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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来计算一下 第一环节过后最后的中分 第一轮比拼结束 翟星月排名第一 根据答题用时长短 孙慕君排名第二 排在三四号位的上君卓 孙大胜 你们要加油了 马上进入日本场 正大尊与动来的第二环节 要知道第二环节 将会有人离开我动态 祝他们好运 动物猜猜看 一位动物观察员带领我们 看看当地动物新动态 生态新模样 全国走一走 动物猜猜看 我们今天同样还是一人一成 今天去到的地方 美丽的云南普务尔 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动物朋友们 今天的动物观察员身份也很特殊 她是普尔市森林公安的一名女警 她叫李鸿飞 作为森林公安经常要和野生动物打交道 所以在他们的平时的工作当中 会遇到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一些场景 分享给大家 来 警官上路 嗨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政大增益 动物来了的动物观察员李鸿飞 那么我们是一名普通的森林警察 那我们平时的一些工作职责呢 就是负责办理一些野生动植物的案件 以及救助一些 比如说受伤啊 或者是落单呀 一些需要救助的野生动物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一个村子里 那么有村民报警车啊 有一只蜂猴呢 跑到了他们的家里 那么这只蜂猴呢 很可能是从附近的山上下来的 跑到了村民家里的花盆里 那么我现在的同事啊 他们正在开展救援工作 别看他们呀 动作直缓 他们可是世界上唯一有毒的灵长类动物 可以将胳膊肘出的毒液和唾液混合 来攻击敌人 现在呢 我们已经来到了野生蜂猴的栖息地 那么待会呢 我们将会对野生的小蜂猴进行放规 让它回到属于自己的地方 那么也希望回到家的小蜂猴呢 能够一辈子幸福健康 谢谢李警官 好漂亮的画面 好美丽的动物 来吧 我们听 请问 蜂猴会利用自身的毒液进行捕食 这个描述是真还是假呢 行 强 大 真还是假 假的 假的 锁定答案 解释一下 蜂猴它的确有毒 它的毒长在胳膊肘这儿 然后它呢 主要是预防 如果它感觉到有危险 它就会这样 捉自己的胳膊肘 捉捉捉捉 然后如果有危险来 它再卡 再咬 然后就被人中毒了 所以我的印象中 它是防御性质 不是出击性质 所以它说捕食 我觉得是不对的 它的判断是 漂亮 对了 实际上的话 它那个毒液的话 会跟它的唾液一起呢 会抹在它的身上 抹在身上的话呢 比如说有些捕食者 如果接近风口的时候呢 它会因为闻到特殊的这种气味 不会轻易地去吃它 轻易地去咬它 当然毒液肯定不会跟捕食有关系 因为它吃东西的时候 就是先观察 先看 慢慢慢慢看 看那一大肉虫子 然后小手一一裹 它给送嘴里去 它一般是这样 所以确实毒液跟捕食是没关系的 好 谢谢 孙木军抢到 而且答对了 祝贺你全军一位 准备进入下一题 我们都知道 有困难找民警啊 但是不是咱口号传播得太广了 动物界也知道了 这是一只野外的亚洲象 它碰到了一些小困难 那李警官和同事们 必须有求必赢了 出现场了 出现场 我们听说啊 在普尔市的六顺镇呢 有一头野狮的亚洲象 不小心跌到了水池之中 现场呢 正在开展救援 那究竟是什么情况呢 在普尔市丝毛区域 有很多野外亚洲象种群 那么活动的区域啊 偶尔会和人类生活的地方重变 但是其实大部分 人和象的相处时间 都是很和谐的 但由于亚洲象呢 还是一种很危险的动物 所以我们现在呢 只能先到距离它 比较近但是安全的地方 接下来我们团队的小伙伴们呢 即将启用我们的无人机 要带大家一起去看看 在水池边的杂上 现在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现在就期待一下 希望我们的无人机 会带给我们好消息 这个水池呢 是当地老百姓啊 农作用的 他想啊 应该是喝水的时候 掉进去出不来了 那么我们现在呢 找了一辆挖掘机 准备把水池的边缘挖开 然后呢让它出来 好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 挖掘机已经把水池边缘的 一块给挖下去了 大象正在尝试着爬出来 哎呀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它失败了现在 大象呢 好像知道我们正在帮它 挖掘机过去 它很自然的就推开了 咱们扭个头的功夫 它就自己给走出来了 哎 可惜了 我们没有抓拍到最精彩的画面 它现在成功的爬了出来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啊 它现在应该是要去找同伴们了 我们祝福它今后啊 一切顺利 那不错 哎呀 这一次成功的营救啊 真的你要真不帮它 它真的会困在那个石子里 出大事了啊 来吧 听 听了 请问 亚洲象的后肢 有几根脚趾 选项A 3根 选项B 4根 选项C 5根 请 强 大 帅 锁定答案 3根 几乎就是所有的大象都是3只 不管是亚洲象 还是哪个国的象 我觉得应该都是3只的 所以在你的认知当中 这个象应该都是3根的是吧 你这一题的判断是 错的 亚洲象的脚趾啊 前脚掌是5个 后脚掌是4个 前5后4 非洲呢 有两种大象 一种是非洲草原象 就是比较经典的非洲象 它是前4后3 但是非洲还有另外一种 叫森林象 非洲森林象和亚洲象一样 也是前5后4 所以应该是4根 由于答错了 你若是第4就呆在原位不动吧 准备进入下一题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词 动物凶猛 尤其在野生的环境当中 更何况 在云南的山林中 还生活着很多种的毒蛇 这不是开玩笑的 毒蛇有的时候会下山 进入到农户家中 那这种情况下该怎么办呢 打电话报警 找森林公安 又出警了 其实每年啊 我们森林警察 都会接到特别多蛇 跑进家里的这样的警情 那么在接到报警验话的时候呢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呢 就到现场去进行处理 在我身后的水池里边呢 发现了一条眼镜蛇 这条眼镜蛇呢 是孟加拉眼镜蛇 因为背部显示单圈的眼镜状 所以呢也叫单眼镜蛇 还跟其他的眼镜蛇一样 它呢也是有剧毒的 现在啊 是误入了附近工地的 一个小水池里 我们现在我的同事 准备把它救出来 放身到野外 即使是我们身经百战的同事 还是会有点怕呀 那么现在呢 我们已经把它给救出来了 那么待会呢 就要放回到大自然啊 真是善事善终啊 捣乱 必须得抓住 然后还得放回该去的地方啊 第二环节最后一题了 停停 遇到眼镜蛇该怎么办 选项A 恐吓吓退对方 选项B 原地不动 让它携走 选项C 快速静止逃离 行 强 打 帅 B B 锁定 眼镜蛇它任何动物的本性 还都是怕人的 通常来说呢 你只要不去伤害它 它就不会来伤害你 蛇类它都有非常强力的热感器 热感器会让它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前方有猎物或者说有人跑过 会让它激起一种本能性的冲动 就和狗有点类似 它的判断是 对了 我们出这个题的目的呢 还是告诉大家比较近距离的时候 对待眼镜蛇 镇定保持不动 这还非常有效 尤其是像眼镜蛇 立起来的时候 实际上已经在警告 你不要再接近我了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保持镇定是最有效的方法 因为你突然的这种惊动啊 或者是乱跑 对它来讲的话 它也会造成紧张 也有可能还会攻击你 另外还有一点呢 我想强调的就是我们这个云南森林公安 我觉得是全国最忙的森林公安 因为生物多样性云南是最丰富的 所以希望大家通过这样的介绍 这样的片子 了解我们这些生物多样性的故事 同样这些森林公安的执法人员 他们呢也确实付出了很多 向他们表示敬意 好 谢谢 谢谢博士 好了 各位收回情绪 今天晋级的就是目测的这二位 孙同学以及尚同学二位 究竟谁是冠军呢 马上进入本场正当作与动物 来了最后的完结 动物我知 按照之前的惯例 孙同学位列第一 所以先加一分 目前必分一 第一题 第一题 听题了 长颈鹿的脚会定期脱落 是 还是不 请抢 大 酥 孙母居 是还是不 是 是 锁定答案 心断代谢 他的判断是 错的 对方加一分 目前比分一比一 长颈鹿的脚 由皮肤和骨所构成 骨心上的皮肤 与身体其他部分的皮肤 几乎没有差别 且不会脱落就那么长小的 下一题 听题 只有磁蚣会吐死 是还是否 请 枪 到 否 他的判断是对的 下一分 目前比分2比1 下一题 听 听 猫头鹰的眼睛 无法在眼窝里转动 是还是否 请 抢 大 是 是 锁定解释 猫头鹰他看东西 从来不是这样 而是 很僵用地转着脖子去看 他的判断是 对的 加一分 叮咛 3比1了 猫头鹰的眼睛 是无法像我们这样转动的 所以 他头特灵活 要想看哪呢 他的头的这个旋转 角度可以达到270 下一题 听 听 蜂鸟是世界上最小的一类鸟 它所产的蛋 也是世界上最小的 是 还是否 请抢 大 是还是否 是 他的判断是 对了 下一分 木剑立分 2比3 蜂鸟的蛋 只有0.2克左右的重量 大小呢 好有一笔啊 就一颗绿豆 下一滴 泥鸟鸟的肠子 也可以 呼吸 是 还是否 请抢 大 是 他的判断是 对的 加一分 目前比分 打定了 3比3 泥鸟主要靠 腮呼吸 但是当它离开水之后 可以用肠 和皮肤来呼吸 下一题 听 听 幼年鸵鸟 是由 父母 共同带大的 是 还是否 请 抢答 是的 他的判断是 对的 加一分 目前比分 4比3 非洲鸵鸟 在繁殖进行 由雌鸟进行孵化 但是 雄鸟和雌鸟 它们会 共同地 育除 赛点来了 朋友们 刚才一度出现 胶着的情况 比分摇得很紧 那现在 下一题 也许就会 诞生冠军 但是 这边只要稳住了 还是有 翻盘的机会 下一题 听听 杨子鳄 在水中产卵 是 还是否 请 将 答 否 否 否定 关于鳄鸟 它们的产卵地点 都是在 河边的泥土 和草窝附近 回答正确 解释也正确 加一分冠军 产生 上 君 卓 请专家老师 颁发奖杯 跟奖品 感谢国家林业和草原区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以及北京动物园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记住我们的理念 每个生命都有尊严 爱是正大 无私的奉献 保持好心情 下周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